你這個東西一般來講 你分成I1加上I2 I1 I1就是說你這個N大於等於0的 這個我們叫做Holomorphic Park 然後I2 I2就是N小於0的 這個我們叫主部分 Principal Principal Part 就是說它是主部分Principal Part 那我們去判讀它這個 物理的奇異點到底是哪一類 你通常就是從它這個Principal Part去判讀它 那第一個 第一個你這個AN如果都等於0 就認了一個N小於0 你認了一個N小於你的AN如果都等於0 那你就知道說它這個奇異點其實是removable 這個就是removable 叫removable singularity 也就是說你可以重新定義 使得它變成一個解析函數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AN等於0 當你這個 當你這個就是說 你的N啊 N小於0 然後N的絕對值大於等於 大於大於某一個N N0屬於N 就是說 就是說 這樣 這樣 三 就是說你 你第二種奇異點就是說 你這個Principal Part 它的尾巴那一邊 它的係數全部等於0 就是說你AN等於0 當你這個N 因為你現在N是小於0對不對 所以它的絕對值如果大於一個 大於一個那個自然數之後啊 全部都等於0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 A A-N0 我們是要求它不等於0 這樣子 那這個奇異點呢 它當然就是一個Po 它就是一個Po 因為它等於是 它這個Po的Order呢 就是N0 就是N0 所以你A 因為N0現在我們取證了嘛 所以A-N0不等於0 那你那個 絕對值大於N0的全部後面都等於0 所以它這個就是一個Po 所以你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一個Po這樣 那第三種奇異點就是說 就是你這個AN不等於0 For For Infinity For Infinity等於Many 然後 N 小於0 這樣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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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一個 那一個 就是 你說 你在這個Po裡面 它有無窮多像 它都 不等於0 就是說你這個AN不等於 0 For Infinity Many N 就是說 N小於0 然後 你若有無窮多個這種 N 它都不等於0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Essential Singularity 所以你從這個Laurant Series它的長態是 你基本上你是可以判讀說你這個Singularity到底是哪一類 它是removable還是說它是po 還是說它是Essential 那再來這個就是說我們Laurant Series大致上它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對這個函數我們展開的時候 展開的時候一般來講就是說你這個曲線 你這個曲線就是說你這個C你如果圍住的那個Singularity不止一個 你在這邊我們是假設它圍住的Singularity只有一個 就只有一個Z0 那你如果說它的Singularity不止一個的話 你的Singularity不止一個比如說像這樣 就是說你這個如果是Z0 然後你旁邊又有一個Singularity 甚至於兩個也沒有三個都沒有關係 那你現在考慮一個環代在這裡 你考慮一個環代 你還是以這個點當作你的原心 然後你考慮兩個環代 比如說你這個是CR 然後C大 然後你在這個環代展開 你展開所得到的那個公式 跟這個一模一樣 就是說你在這邊展開的時候 因為你展開的時候 你也沒用到什麼其他的東西 你就是直接直接在這個 就是說你直接在這個C大R裡面 就是說對這個來講 你直接在這邊展開 然後你外面就在這個C小R的外面展開 那所以其實就是說你這邊多了一個Singularity 其實也沒有什麼O 就是說你從那個公式你也看不出來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展開 你如果選一條Singularity 把這兩個點都圍起來的時候 你得到的就是跟在這邊展開的是一樣 就是說因為它從這邊deform到這邊 或者是從這裡deform到這裡 你的那個積分都是相等的 因為它在那兩個點外面都是解析的 所以說你在這裡做這個勞倫極速展開 你表面上跟你在這裡做勞倫極速展開 它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樣的 可是它展開之後它的那個係數是不會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我們在做這個勞倫極速展開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說不建議這樣子講 就是說不建議你講說這個是F的勞倫極速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在講勞倫極速的時候 我們建議你要把說你在哪邊展開同時講出來 不要只是講說這個是它的勞倫極速 因為你在不同的地方展開的時候 你會得到不同的勞倫極速 不像你那個胎兒展開式 你胎兒展開式你打開的時候 它就只有一個知道吧 胎兒展開式你打開就是那麼一個而已 但是你這個勞倫極速 你說這個是它的勞倫極速 最好就是說你在哪邊展開順便要講清楚 就是說你這個勞倫極速你是在這裡展開 還是在這裡展開 所以你就是要把它講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在這個地方展開的時候 表示說你那個勞倫極速 它在這邊它是收斂 它是收斂 因為你對大R展開 它在裡面它收斂 你對小的CR展開 它在這個CR的外面收斂 那所以你這兩個地方你做交集的時候 那它在這個環帶上面 它是收斂 兩個同時收斂 就是說你這個環帶在它的裡面 所以它當然第一個收斂 然後你這個也在這個外面 所以它在這個西小R那邊它也收斂 所以這樣 那所以關於這個老人基斯 我們現在算一個歷史給你看 那你就會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你考慮這個函數FZ 等於Z Z-1 所以這個函數它是一個雅純函數 它是一個melomorphic function 然後它有兩個simple pole 那所以你把這個 你如果把這個圖把它稍微畫一下的時候 它有兩個po 然後一個po 一個po在零點 然後一個po在1這邊 它有兩個po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 把這個函數在零點的附近做 那個Laurent series的展開的時候 你第一個呢 你在這個環帶這邊展開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大到01這樣 你第一次在這邊展開 然後你第二次呢 你第二次在1的外面展開 你在1的外面展開 那你這樣大概就可以看出來說 它們到底差在哪裡 你展開之後 你展開之後 它們都是這樣子 它們都是這樣子 因為你現在Z0等於0 所以你展開之後 都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這個AN 你這個AN它就等1 除以2pi 然後這個是C 那你如果套這個構式的話 它就變成FW 然後你這個Z0 然後你這個Z0 它是0 它是0 所以它就變成W N加1DW 所以你AN它這個係數都 都可以由這個公式算出來 那這個C在哪裡 你這個C啊 你這個C 你如果是 就是 你如果是對這個展開的時候 你對這邊展開 所以你那個C就是在這邊 WOPS 欸 它就在這邊 那你如果對這個展開的話 你的C啊 你的C它就圍住了這兩個點 C就在這邊 就是說你看你是在哪一個環帶展開 這個我剛剛已經跟你強調 但是你表面上寫出來啊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 你把它展開的時候啊 你把它展開 你這個函數呢 很簡單 這個函數很簡單 所以表示說 你其實根本不用套這些公式啊 你用極而極速就可以把它展開 所以首先 你這個東西 你如果在靈域就是說 你在這個地方展開 你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可以寫成 這個大概負1 然後這邊加1 所以它把它分解開來 它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 這個你可以寫成 Z的負1 再減掉 1-Z分之1這樣子 那因為你 你現在 你現在如果在這邊展開的時候啊 你那個Z它是 小於1了 就是說Z小1 你在這邊展開 那所以你Z小1 所以乾脆 就把它寫成 它的 極而極速啦 就寫成這樣子 所以你的Lauren Series 你的Lauren Series 在這邊展開的時候 你就已經得到這樣子 就得到這樣子 那得到這樣子 你這個東西 你如果把它寫成 A ZN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在這個情形 你那個 你那個什麼 N啊 AN全部等於0 當N小於等於負2的時候 它全部等於0 對不對 然後A的負1 它等於負1 然後再來 你從0開始 然後AN這個也都等於負1 當N大於等於0 所以它的係數 就是這個 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說你N小 等於負2都沒有 然後N大於等於負1 全部都是負1 這樣子 OK 那你現在 你現在假如說 你對這個外面 這個地方展開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那個Z 它大於1 Z大1 所以你這邊就變成怎樣 這個是在第一個展開 那你現在在第二個展開的時候 你還是有這個 然後再加上Z-1分之1 然後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因為你這個時候 Z比1大 所以它就變成Z的負1 然後加上Z分之1 然後1減掉1除以Z 把這個打開 你把這個打開 所以它就變成Z的負1 然後再加上Z分之1 然後sumation sumation 你就變成K從0開始 然後這邊就是Zk Zk分之1 Zk分之1 那這個 你把這個搬進來 所以它就變成 Z分之負1 然後再加上 K等於0 到無窮大 Z的K加1分之1 所以你K等於0 它就變成 1對不對 因為那個0開始 然後乘過來 所以你變成K 你K等於0的話 它就變成那個 Z1 那Z1 你的係數是1 那你這邊有一個 Z的係數負1 那1-1就不見了 1-1就不見了 那所以你這邊開始 會有就從K等1開始 那1 那1就是2 所以它這個就等於 sumation K等於1到無窮大 然後Z的K加1分之1 那這個東西 它也是 ANZN的形式 從負窮大到無窮大 那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AN AN等於0 當你這個N 大於等於負1 你N大於等於負1 然後0 多多多 全部都等於0 然後其他的AN 都等於1 叫Advice 就是你從負2開始 你從負2開始都等於1 對不對 那你現在要注意看 你現在注意看 你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你N大於等於負1 你N大於等於負1 就好像你這邊N大於等於負1 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N大於等於負1 結果這邊本來是負1 全部都變成0 然後你N小於等於負2 就Advice 你這邊本來是0 結果現在全部都變成1 所以他的勞倫基數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不一樣 這個道理也很簡單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東西 假如說 假如說我把這個叫做C1好了 然後這個叫做C2 那所以 所以你看到 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東西 它是由這個C1 激出來的 因為它是在這個1的外面 因為在1的外面 所以你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等於 等於 E除以2πi C1 C1 然後FW W 然後N加1 D DW 它C1 你要注意 它這邊是用C1 激出來的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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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E除以2πi C2 激出來的 它是 它是C2 激出來的 那你 你現在這個 你C1 你注意看 C1它等於這樣 然後C2等於這樣 這個呢 你這個 你這個 你如果 取一個 取一個 路徑 把它圍起來 這樣子 把它圍起來 把這個叫 把這個叫做 幹嘛 把這個叫做 幹嘛 那所以 你就看到說 你在這個地方的積分 其實 等於 它在這邊的積分 加上 在這邊的積分 這個你從柯西的定義 你就知道 那所以 你這個 你這個 其實就等於 E除以2πi C2 然後 FW W N加1 DW 再加上 E除以2πi 大碼 然後FW W 然後 N加1 DW 所以 它兩個 係數的差 就是這裡 就是這一下 這個是他們的差 那你這個FW 你的FW 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它 它這一項 這樣 這一項 它就等於 E除以2πi 概碼 你 變成 W N加2 然後 W 減1 DW 變成這樣 就是說 你把FW 把它帶進來 然後 它就變成這樣 那你的 你的這個 概碼 你的概碼 其實是圍住這個地方 在積分 圍住這個 這個Po 在積分 所以 你 你這個東西 其實是在算 你是在算 你這個 這個 函數 在 W-1 的 流數 就等於是 你在算 它在E 那個點的 這個 就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在這個點的 那這個函數的 這個resitude 很簡單 因為 你這邊 W-1 把它弄掉之後 你這個 W 帶E 進去 那它等於多少 等於1 不管你 你這個 是什麼東西 就是1 所以你這個 就是1 就是說 你 你對 對任何這個 任何 任何N 它就是1 所以你就發現說 你這兩個 係數 它們之間 就差一個1 就差一個1 所以你 C1 它就是 C2 這邊係數 加1 你來check看看 你把這裡 這些全部加1 那是不是給你這個 你N 小一等於2 等於0 你現在加1 所以你 N小一等於2 它就變成1 然後你N大一 大一等於2 1 都是2 你加1之後 它變成0 N大一等於2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看到說 你那個 Lauren series 你在不同的環代積分 其實它那個係數的差 其實就是差了 它在 它在 這些 這些幾點的 那個流數 如果你這邊又多了其他的流數 那你當然 就 那邊也要算 當然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它的道理 你這樣子 又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 你在不同的環代 你去計算這個 Lauren series 那你得到的兩個不同的Lauren series 那它們之間係數的關係 就是你在 你這個函數 在這個 其他 其他奇異點的那個流數 那這樣你就清楚了 那你這邊如果說還有 其他的那個singulate 那當然 那當然你就是 你這邊就會再多一下 假如說你還有其他的singulate 就還有這樣子 好 那 那關於這個Lauren series 我們這一節課就算交代完了 那下一節課開始 我們就要講那個 Argument Principle 啊